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不同于对猎物的残忍 这个尸杀的剑客倒是对他的剑爱护有加 关于他的这把剑 虽然到目前为止在漫画里还没有具体的说明 但按照我们的推测 他十有八九就是一把妖刀 而且他也极有可能会是羽之西流尸杀的一个主要原因 说到妖刀 我们自然也会想到索隆和他的三代鬼车 很多人也都认为羽之西流的剑 就是大快到二十一弓之一的那把二代鬼车 虽然这种说法不无可能 但结合他和三代鬼车在外形设计上的不同 以及羽之西流在使用他时的一些细节来看 我们猜测羽之西流的刀 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品类的妖刀 在日本的历史上存在着一把架空的名刀 传说此刀在斩杀敌人之后 带着杀气的刀锋 会有水流出清洗血迹 这种情形就像村雨清洗叶子一样 因此把刀的名字称作村雨丸 说到这里 如果我们再回到羽之西流用他的刀作案时的情景 就会发现 刀身上的血确实有再被清洗的嫌疑 就连这把刀刀销上的图形 也像是雪红色的破碎的叶子的图形 而羽之西流名字中的羽 也确实呼应了村雨丸中的这个羽字 因此我们推测 羽之西流持有的这把刀 极有可能就是腰刀村雨丸 而西流在使用它时 从剑身上所发出的红光 也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 剑本身对于杀戮和鲜血的极可需求 就像上文我们所提到的 也许这就是羽之西流射杀的主要原因 按照我们的推测 和鬼车使用者需要付出代价相似 与之西流在使用这把妖刀时 有可能也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看我们第22和第23期的海装专题的观众 肯定就会知道 按照我们的推测 索龙使用三代鬼车的代价 或者说他三代鬼车的相处之道 是他自身的受苦受难 代价在于让他自身陷于苦难 这也是索龙的修罗之道和修行之道 而西流和他的这把 有可能是村雨丸的妖刀的相处之道 也许就是不停地用他杀人 用鲜血来喂养或者说是供养这把妖刀 在第23期海装专题 我们所着重讨论的 只有妖刀剑客才有可能持有的鬼气 按照西流的强悍程度 以及他的刀在目前所展露的非同寻常来看 我们推测 鬼气这种力量 雨之西流极有可能是具备的 这也许也将会成为未来 他和索龙对决时的一大亮点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 关于雨之西流的另外一个猜想 在顶上之战一年以后 马尔科率领白胡子海贼团的鱼党们 与黑胡子海贼团的那一场了断之战 结果是以马尔科这一方惨败而收尾 至那以后 白胡子海贼团的这些队长们 也没有半点音讯了 这其中作人担忧的 自然是不死鸟马尔科 以及三队队长钻石乔兹了 原因就在于 他们十分特殊的额魔果实能力 在两年间 黑胡子海贼团一直都在狩猎能力者 巴沙斯在德雷斯罗萨 想夺取杀杀果实的事件 就是一个代表 在了断之战中 以小马哥过硬的实力来说 虽然很难敌过黑胡子 但能保命也确实应该 但乔兹就有一些让人担忧了 虽然在顶上之战 他为白胡子挡下了鹰眼的斩鸡 和老沙的短暂交锋也占了上风 但随后他就被明哥控制了 顶上之战中 他还丢了一只胳膊 在了断之战 最坏的可能性就是 乔兹已经战死在这场战役之中了 而如果黑胡子海贼团 已经拿到了乔兹的恩魔果实了 那么最有可能得到 乔兹们果实能力的 这个黑胡子海贼团的人物 按照我们的推测 正是欲知细流 原因就在于 这个极强力的反派人物 从某些层面来说 是为索隆的进阶 而量身打造的 早在阿拉巴斯坦片 索隆在战胜Mr.E时 这个浑身如钢铁般坚硬的 快战果实能力者 在战败之际 就抛出了索隆 是不是有一天 就连金刚石也能斩断的这个说法 虽然索隆在当时说 那怎么敢当 但这个目标在当时 从侧面 超越的现在又是对手 又是师父的鹰眼 因为就像上文所说 鹰眼的斩鸡 在顶上之战 曾被乔兹挡下来过 当然 鉴于鹰眼在顶上之战 十分不投入的表现来说 这一点自然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斩断钻石 在我们看来 也许是一大步 但在索隆和他的志向这里 也许只是一小步 而且即便西流 真的已经获得了 乔兹的阿摩果实能力 也让他自己钻石护体了 这也不能掩盖 其自身原本已经拥有的 就像黑胡子注定会成为 鹿飞的终极挑战之一一样 斩断钻石之路 鬼祭碰撞 纯粹的剑克对决 当系列的嗜血 遇上索隆的煞 究竟谁能卡得过谁 这两位顶尖剑克 宿命中的对决 还未开始 就已经注定成为经典了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网行员 海中关题 我们下期再见